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导我们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跟生活的教育 主要在教导的人生的价值 就是在爱他人跟慈悲心 而佛教当中不论是任何的修行法门 也是有着同样的主轴 那就是慈悲喜舍 成正信实 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法门呢 就是因为因着不同的时节因缘 因着不同的地形的关系 所以会有着不同的修行的法门 让人人都能够应他的 根基而来修行 众生的根基 因缘都不同 也因为如此 接引的法门 跟受持的这个法门又也是不同 但是在这么多的不同当中 是否会过多地执着在大家的相议性 那相通性又如何能够来坚持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中研院文哲署的廖兆亨老师 来回我们做解说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老师请坐 能不能请教老师 面对这么多不同修持的法门 振兴你们的门庭 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有名的别风大同禅师 他虽然也是中研名本的学生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对华言经典的贡献 所以在他的心目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研名本禅师 并不拘泥于中派或者门庭 他有一个更开放的心胸 大家也知道净土法门的提倡 跟中研名本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中研名本禅师 他对这个不同门庭 不同法脉之间的这样的流传 虽然有地区性 有根基的不同 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接触到 这个禅宗的本怀 佛教的原来的精神 最重要的就是慈悲智慧 还有认识自己 这个是禅宗一个最根本的核心的精神 其实也是贯穿佛教的 所以对中研名本禅师来讲 这些不同的地区性的 他虽然在主要在杭州 可是你看他也是中国各地到处去行脚 我想请教老师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 那我想回归到佛陀本怀的精神 我相信所有的佛弟子都是可以认同 但为何会有这么多不同呢 因为我们都可以了解 这个佛陀的本怀慈悲喜舍 那但是还是有许多的不同的这个法门 那又是如何来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让观众能够更了解 因为人有各种现实条件的不一样 还有根基的不一样 这个是所谓的现实层面的差别 所以一般有各种各样的修行 这个等于是对入门的人来讲 他可以接触到一个佛教的一个机缘不一样 能够有这个机缘去触发 可是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看到的本质的问题 往往是一致的 其实在世俗的学问也是一样 虽然每个人一开始可能学科学 学文学 学哲学 可是到最后往往发现这些宇宙人生的本质 其实往往都是一样的 共同性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中风名本禅师 他显然的已经在某一个角度来讲 对这些现实的种种的差别像 他已经了然于雄 而能够用更宏观的态度 更根本的精神来触发人心 直接打动人心 能够直接从人心本质这个地方去触动 才是佛教 艺术 哲学最高的境界 这个境界也是共同的 我想中风名本禅师 对这样的情况已经了然于胸 所以商人曾经说过 心大则同 心小则异 如果我们把心宽放大 并且能够把我们的角度 视野提高 其实所看到的是每一个不同当中 都有它相同跟相同之处 今天非常感恩老师为我们做想尽的解说 谢谢主持 上人说 能够用上的法才是妙法 但往往我们当下看到的时候非常的好 但是都会忘掉了 所以明本禅师其实也做了这件事情 就是用精湛的书法 把一段一段的法语写下来 让会众带回家 能够时时刻刻地叮咛 其实在这个时代 我们所做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叫做禁思与一条街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慈基之工 黄秀桂师姐来为我们做解说 秀桂师姐 您好 主持人好 来 师姐 请坐 那么请师姐跟我们分享 当初您做禁思与一条街的这份 因缘跟动力是什么 是的 禁思与好画一条街是在2004年 有文山区的志工 他们经过店家的同意 在店家门口贴禁思与好画 受到很好的回想 那从此禁思与好画就这样传开出去了 那我们在社区呢 也会利用逢年过节的时候呢 来送平安 来沿街贴禁思与好画 禁思与虽然它没有很艰深的道理 可是却是人人能够受用的一个妙法 那当然呢 我们在贴禁思与的时候呢 也并不是一定大家都可以接受 应该是都很愿意接受 因为它是好画 又是这么样的简单的一句话 应该都可以接受 怎么会有一些困难呢 是 可是店家他有些可能就 爱于公司规定 或者是他们也不是佛教 他们以为这个是在传教 了解 所以就不让我们来贴 碰到这样的不接受的店家 我们还是会以欢喜感恩的心 那其实街头就是道场 也是我们志工要放下一个身段 来结这一份的好言 那通常我们会用一点小技巧 就是来送一个平安吊事 通常平安吊事 大家都比较不会拒绝 所以他们接受了平安吊事以后 我们再来让他们选 他们喜欢的一个禁思与好画 所以是让他们来够选择哪一句话 对 那通常他们都选哪一些禁思与 通常像我们有一位店家 他就他非常的期待我们的到来 所以他也都很珍惜 他每次都把那个禁思与 拿去表框起来 然后贴在他的店里面 那有些客人看到了就很欢喜 就说你这是哪里可以买 然后店家都会说 这是无价之宝 因为他觉得每句好画都很好 所以我们每次让他选的时候 他都很难抉择 每句他都很喜欢 觉得说可以让客人来的客人 也可以看到这句好画有所感受 那您在送禁思与好画一条街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些特别的故事 例如说店家摆了之后 可能有一些改变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故事 好 就像一个店家 他很欢喜的就选了一句禁思语 那句禁思语叫做 克勤克俭做善事 克己克难改习器 他看到以后就觉得说 这句话就是好像在跟我讲一样 他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克勤克俭的人 可是做善事 他也非常愿意的布施 所以这句话让他觉得非常欢喜 那还有其他的改变的一些小故事 是 那有一次 那我在值班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就带着几位资源班的同学来 到我们的联络处 那有一位同学就到洗手间去 那出来以后他跟我讲 师姑 师姑 我跟你讲 刚刚我在洗手间的时候 我有听到怪声音 可是我出来没看到人 那我心里就在想 你在跟我恶作剧 结果我就跟他分享 说事工上人有说 心正气盛邪不清 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意思 那我就说 只要我们心里头实实想好的念头 事工上人也有说 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 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 那这位同学就跟我点点头说 我知道了 那等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我会请他们每个人抽一句 禁思雨好话 结果好巧 这位同学他真的就抽到 心正气盛邪不清 当下他也弄了一下 那我也跟他说 要记住 我们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 我再次地这样叮咛他 真的很希望 这个善的种子 善的念头 可以实实存在在这个小孩子的心中 的确禁思雨就是要能够 时时刻刻叮咛 让我们看到的时候能够反现 让我们能够记得 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天当中的座右铭 今天我们非常感恩 秀贵师姐为我们做详斤的解说 感恩 法不在身 贵在能行 的确每一天八万六千四百秒当中 每一秒钟的每一个念头 都有相应对的法来对质 所以唯有能够把这法 能够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身体力行才能够对应 我们的八万四千种不同的烦恼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稍后请继续收看高僧传 中风名本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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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祖宗 相当禅师 中风名本禅师 我们的四千半禅师 高僧万庙 小兵造国 大兴 详组